顶礼敬爱的师尊 师尊佛安 弟子是来自台湾的莲花 那个敬如吧 想请问师父 你的第131文集 超度的怪谈 你的第98页 盖魂的法术 提到被超度的小玉 因为生前做了盖魂的法术 以至于死后 师佛找不到小玉的魂魄 无法超度 请问师尊 如果弟子家人 因归医师佛前的常年习惯 每年都会帮合家成员 进行盖魂法事 若目前无法确认 是否有如你书中 所述一段时间后 再行放出弓破疑事 要怎么避免 像书中小异的状况呢 恳请师佛 慈悲开示 什么叫做盖魂 今年运气不好 今年的运气不是很好 恐怕自己的魂魂魄 会受伤 请法师 这个是属于道法 道教的法 请法师呢 帮你先盖魂 盖魂的意思就是 把你的魂魄 盖在里面 让恶运找不到你 让不好的运找不到你 你能够延续在今年 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个叫做盖魂 我不解释盖魂 你们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 把你的魂魄拘来 放在里面 让所有的鬼神 找不到你的魂魄 没有办法去伤害你 这种法术叫做盖魂 大部分也应该要 要把魂魄 在年底的时候 再把它打开 让魂魄出来 也就是今年运气不好 让不好的运气不发生 这个就是盖魂 那么盖魂是可以做 但是记得一定要在年底的时候 过了这一年 把魂魄放出来 或者是这个结束已经过了 你就把它放出来 不放出来 那就永远盖在那里 师尊要超度的时候 也找不到你的 你到底在哪里 原来 你被盖在这里面 既然盖了魂魂 已经还要打开 让魂魄出来 将来 这个都是也有盖魂 有盖魂 放福泊也有放福泊的法 这是一般的 所以要懂得你盖魂的 那个东西在哪里 将来你如果盖魂了 但是呢 已经被盖魂了 那个法师忘掉了 找不到你自己要把 那个盖魂的那个罐子 拿回来给师尊 师尊帮你放出来 将来才能够超度 还好这师尊是懂得盖魂 也懂得把你的魂魄 从罐子里面 把你拿出 再取出来 再取出来的 所以要避免像书中 小异的状况 没办法超度他 因为他魂魄 被人家盖住了 那要懂 你就请师尊 请卢师尊帮你 把这个魂魄再取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超度了 但是要知道 那个罐子在哪里 那个罐子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